大家好, 歡迎收看《萬間聽聞》 看上年東澳本地收看電視的數據 平均每天每人看電視 大約193.2分鐘 起碼是三個小時 體育賽事這麼吸引到大家的注意 不知道體育聽聞, 你們有沒有留意? 你們都不做運動, 哪有? 你有嗎? 我很多 那你說吧 我讓你先說 你很禮樣, 運動最重要有這種精神 禮樣 我聽過一個挺有趣的運動 我讓大家猜猜 這個運動是用你的臉做的 你這樣說, 我只想起夾麵包 賞門人那種 好, 我先開猜 其實這是一個蓋巴掌的運動 我有看過嗎? 對, 就是鬥打巴掌 它是哪裡來的? 這是最強行的民族, 俄羅斯開始 話說有個農夫, 他的名字叫巴斯利 有一天, 他想參加了 當地俄羅斯的運動成宴 這個運動成宴有什麼呢? 有來舉重, 鬥誰舉得多一點 有健身, 選美比賽 還有一個很特別的 就是吃水餃比賽, 鬥大胃王 他打算去這裡參加吃水餃大賽 經過這樣 然後旁邊竟然有一個 叫蓋巴掌的擂台 他們這個賽制是怎樣的呢? 插拳後, 我先 我不可以蓋Alan的耳朵 還有這些靜物的位置 有規矩的 有規矩的, 只可以蓋麵 一巴掌蓋, 對, 到你了 你沒有暈倒, 你再來… 對, 我們怎樣為之贏? 就是掌蓋對方沒辦法站起來為止 即是他可能會暈苦或頭寒 那就為止輸了 我們以為這個運動很奇怪 一定不難做解更玩 怎知道發展成為全國賽事 平日要如何訓練? 平日就是要訓練這個位置的上肩 我看到她是怎樣訓練的 譬如我們平時打拳那些 她每天都要不斷打那一匹 不斷練一隻手, 練手的肌肉 Silly的農夫也有提到 她是可以一巴掌蓋雲人 你知道我看的那段影片是 人們排隊過來 很害怕的 一巴掌 這些都會輪低 我知道你說誰 而且那個人也挺大分, 很胖… 但我覺得這個有點危險 因為臉上有很多重要的氣氛 會不會少蓋死人 會不會少蓋死人 那也沒有 我的是關於一個比賽的傳統 它挺有趣的 在底特律, 就是德塞 有一個球隊叫兵棍球隊 又叫做紅翼隊 每次比賽前 都有些粉絲調章魚的兵面 其實是源自於1952年 有兩個兄弟 他們一起開八爪魚的批發市場 那時候紅翼隊正處於季後賽期間 他突然丟一隻白爪魚 到比賽的範圍 剛好紅翼隊的時候 就連續贏了八次冠軍 而且在那時候的季後賽 表現非常出色 那些粉絲又開始說 這麼巧? 丟了 會不會有好運的意頭呢 然後每次紅翼隊比賽前 他們都丟了一些白爪魚上去 祝他們好運 就是這個意思 我還這麼聽 我猜不到 那個主派大爪粉園 會繼續讓他們可以抵抗章魚 一開始不給的 一開始的粉絲 是怎樣把章魚運進去 還要生歐歐的章魚 他又黏在肚皮上 然後再套一件大衣服走進去 然後到比賽時就摘進去 是 很有趣 我一個沒有你們那麼奇怪的 甚麼奇蹟 這麼厲害 我們有意義 是有趣 對,我們說有趣的聽聞 沒錯,有趣 今年有一個18歲的意大利選手 他參加世界田徑錶賽 他跑的時候發生了一點意外 因為他下面有些東西不小心… 不小心滑出來 甚麼? 滑出來 鞋帶? 他懷疑沒有底褲 你猜他滑了些… 滑了些甚麼… 滑了些甚麼… 是男生 我只是滑出來的 他不只是滑出來 他基本上是一份滑出來 很誇張 真誇張 他知道自己滑出來嗎? 你知道 那就影響他的比賽 沒錯,所以他跑的時候 保留得很快 他是領先的 然後他要不斷… 沒錯,保留領先的 不斷就要… 塞進去 就是調整一下位置的位置 不斷地調整,調整 最後最後… 打了最後 對 其實Carmen,這些是很不可以的 因為你沒有圖 你現在只說,你不擅長 知道為什麼嗎? 我之前不讓你拍照 因為當時發展了這件事 很多傳媒廣泊報道這件事 很可憐 其實是陰影的一件事 對,所以他公開說過 其實傳媒這樣做是一種霸靈的行為 如果我是比較敏感的話 其實我應該已經受到很大的傷害 所以他就說 希望別再胡亂發聲 還有別把影片發給自己看 好,我這件事有點爭議性 話說2021年的東京奧運 有一位肯尼亞的前徑 馬拉松選手 他破了世界紀錄 他用了兩小時以內 完成了傳媒的紀錄 即是刷新了一個世界紀錄 但很多人批評他這個比賽 他這個紀錄是有爭議性的 就是因為一件事 就是因為他的跑鞋 話說他這對跑鞋 就是一個N字頭開始的 大牌子的一對跑鞋 這對跑鞋的物料 就是用一些纖維板 或者一些特別的物料 令他可能跟地上的煤彈比較厲害 有人說,開始批評他 因為他穿了這對鞋子 所以贏了這個比賽 之後人們就說 他這件事是屬於科技 但這個肯尼亞的選手 他穿了這對鞋子之後 就有極大的爭議 覺得一個運動員的衣服 會否影響他的表演 其實你買了鞋子 穿了鞋子 你不一定是冠軍的,對嗎? 對,這就是這樣 他也要用自己的身體來跑 不過選手也是這麼趕 我覺得這些東西很難衡量 你很難衡量說 這個是不是屬於一個科技 可能你要等待體位的人 全部檢查一次 可能最後大家如何為止公平 全部都拿跑 全部都不穿鞋子 全部都拿跑、拿泳 那不會發生剛剛Carmen的事件 對 本身就不會掉出來 很正常 所以我覺得大家應該參考一下我這個意見 大家以後運動員再沒有穿衣服 到我出招了 是 這件事我覺得真的會否… 你們覺得會否影響到 這個所謂運動比賽的神聖性呢? 我說的這件事是叫…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 非洲毛術 在非洲的國家裡面 其實踢足球很熱門 大家很喜歡玩運動 所以其實非洲有很多足球比賽 例如非洲國家盃等等 只要你打非洲足球毛術 你可能會找到很多這些例子 其中一個是2003年 2003年是非洲國家盃 是烏干達對盧昂達 最後盧昂達贏了 但贏了之後 無論是球員、球迷都覺得很不對勁 懷疑有一隊的球隊 裡面用了毛術 所以令其中一隊贏了 於是有關方面頒布禁令 足球比賽 非洲國家盃,不准用毛術 不是說的 控制到這件事 看到的,為甚麼呢 說了另一個故事 到2016年的時候 這次是盧昂達自己 他自己的聯賽中 有兩隊的球隊 馬夫拉勝利和卡雲體育會 好的 很有型嗎 很有型 馬夫拉勝利和卡雲體育會 這兩隊就對戰了 當時在頭上半場的時候 馬夫拉勝利贏1比0 馬夫拉勝利的前鋒 覺得很不對勁 因為例如他射球 射龍門的時候 永遠都是中柱、中尾 彈出來的 對,總是覺得龍門有點奇怪 到半場後,他就走到龍門 然後發現龍門貼了一道符 那些像毛術的符 他就撕掉那道符… 到下半場開始,七分鐘後 馬上有球進去 而且最重要的是不僅用這些 因為其中一款 在非洲來說 很出名的毛術叫Juju Juju… Juju通常用甚麼呢 就是用咒語 或者用護身符 這兩樣東西為主的 去施展的毛術 而且也有一個尼日利亞球員 前尼日利亞球員說的 其實有七成人的 非洲球員如果真的現場受傷 第一件事,他不是找駐場的醫生 去幫他看看腿有沒有斷骨 先幫他斷骨 要找毛絲在現場用Juju Juju… 對,用Juju幫他治療傷 而大家相信這件事多於上 一個真的有醫學科的醫生 他們也挺迷信 對… 很迷信 我覺得他有一點… 我不知道能否說 就是他有一點像泰國的落降頭 也是詛咒別人,射不入 或者他貼的符是保護他的龍門 不要受到外來的攻擊 有這樣的方法 結界,你也不出奇 我覺得這樣就可以了 其實你不要施毛術 影響其他隊 可能是保護自己那隊 祝福自己那隊,我覺得這些就沒問題了 就好像很沒體育精神 保護自己的龍門,不要入球 等著等對方不能射球進來 其實也是這樣 但我覺得有一件很重要的 就是你的精神勝利法 譬如你那些巫師在後面跟他說 明天那隊,我幫你做了很多法 龍門師,有法國草地師 有你的鞋底,我幫你貼上一盆 一定是巫師 一定是巫師 想輸也難得 對,你想一下,狀態第二招 你對著第二隊 你想想,你的人多有信心 其實我覺得你的心態很重要 我想問有沒有人平時很留意足球的賽事 其實我很嫌疑 我的籃球比… 世界盃,有沒有看 世界盃 你有沒有發現一個盲點 如果毛術這麼厲害的時候 有沒有聽過非洲拿世界盃冠軍 有一個球評員 即是一些足球賽事的評論員 真的說過這句話 如果他們的毛術那麼厲害 非洲應該拿很多世界盃 對 好了,投票時間了 究竟我們今天大家 拿出來這個關於體育的趣聞 你們覺得哪一個打破了世界盃 很想被人聽 她沒有聽 沒有可能問 你根據自己的心去投吧 Alan 3、2、1 謝謝 來 送給你吧 你給誰 送給Alan 謝謝 謝謝各位 你要說感言 感言就是… 這個世界在體育方面 真的有很多你猜不到的趣聞 你以為你只在電視中 看到的那場比賽刺激嗎 原來在電視背後 在場外發生的事情都是很刺激